冠冻菌主要是以动物为宿主 它会感染到呼吸道及肠道 然后这类的病毒 它的颗粒外围有膜 新冠肺炎传播至今超过两年的时间了 从清零到共存 我们和病毒生活在一起的日子 你对疾病有多少的了解呢 为了让大家更清楚 三大疫病新冠肺炎 等格热和流感的传染途径 以及预防方式 由慈激基金会国立卫生研究院等 发起的防疫战斗营 登格热流感及新冠病毒防疫知识巡回展 从即日起在中和慈激进司堂做展出 我们在COVID-19的这个环节里面 在开始策展的时候 其实它就是要带动大家群体免疫的概念 也就是期待大家能够用更多人施打疫苗 来保护这些无法施打疫苗的人 就是群体免疫 那刚开始也许大家不太能够接受 我想经过今年的这一波COVID-19的变种 那大家应该非常非常有感 那包括登格热的部分 也是让大家知道 我们从居家哪些环境的部分 可以来做避免 然后从生活中 从不要让感染源存在 可以从生活中自己动手做起 那这些都是很生活化的一些内容 那我们期待就是说把这一份这么好的一个展览内容 带给我们的所有双合的乡亲跟学子们 今天我钉的这一位是中文 虽然他是有带电 可是男朋友有抵抗力 那我钉自己钉谁都没有问题 了解三大疫病 综合慈祭禁食堂除了有布展说明之外 也要领取个人专属的生命战斗卡 拍照登录后 透过多项的互动闯关游戏 加深对于疾病的了解 其中大家日常生活最常做的洗手 也能够从游戏中来了解正确的洗手步骤 因为细菌我们是用肉眼看不到的 我们用洗手这个七个方式 能把细菌除到变成非常少非常少 这样对我们的健康才有保障 如果我们没有很注意 没有把清洁做好 那我们的健康就堪忧啦 所以这个洗手是非常重要的 平常我们也在洗啊 洗但是我们没有那么正确的来洗 所以现在借由这种方式 然后跟大家说明 怎么洗会更好 对我们的健康更有保障 防疫战斗营的巡回战 那活动中呢 我们也将这个严肃的课题 规划的非常的生动活泼 防疫战斗营巡回战开展首日 持续邀请中和区公所里长等人参加 立邀他们来看展 也要推荐给里民朋友 透过疫病展的资讯 相信对于防治传染病 更能够得到知识力 那我参加这次策展的主要的收获 第一个就是说让我知道说原来洗手的正确方式 是有这总共有七个方式 再来就是说让我知道说原来蚊子在什么样的环境下 我们可以知道公的母的然后我要怎么预防 然后在活动中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比如要戴口罩 然后我们要在什么环境下避免让人家传染到 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后面有一个那个游戏的部分 可以透过涉及知道说哪边的地方会有细菌保留着 我们怎么要清洁 还有就是说我们透过很多的提问 透过我们的答案可以知道说原来有许多东西 我们是要该注意的 对我们往后的这个生活中 应该会有多多少少的帮助 与病毒共存的日子 不管是面对新冠病毒流感还是登革热 透过巡回展了解更多 再加上多运动饮食均衡作息正常 才能够对抗病毒预防疾病发生 记者游文宜新北采访报道